你今天才知道五官是這個意義 唐老師我們就趕快來分析 哪些守面向的人 的確比較容易引起口舌是非 然後他講什麼都會引起爭議 對 有一句話說 病從口入或從口出 其實我們人的五官也很可愛啦 有兩個眼睛 兩個鼻孔 兩個耳朵 但只有一張嘴 代表多聽 多看 多呼吸 少說話 所以呢 當你呢 說太多話的時候呢 表達自己的意見 你今天才知道五官是這個意義 哈哈哈哈 對 他還是有這麼可愛的寓意在喔 所以呢 我們只要管好你的嘴巴呢 其實會減少很多的是非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有一些是非呢 真的是帶衰的啦 就是他根本沒有做什麼事情 也沒有說什麼話 但是呢 他常會被牽連 叫衰韻手 那這個你的手下有一個 很衰韻的話呢 代表什麼呢 就是手掌呈現暗青色 就是手掌 掌中乾坤嘛 如果說你的手掌當中呢 這個顏色有點灰灰暗暗的 感覺好像很冷 然後呢 氣色很不好的感覺 好像這種清清暗暗的話呢 其實呢 他有時候沒有說什麼話 沒有做什麼事 但是大家一定會把他拉進來 很喜歡找他當替石櫃 例如說明明在講 我有字大哥的事情 但是呢 就會被 羅志祥就被牽連 然後所以羅志祥可能他的手 就有這種問題 哈哈哈哈 欸 他本身很多 看完笑 看完笑 那其實呢 像這樣的問題呢 就是一種很 會被牽連的一種手下 所以有時候他沒有做什麼事情呢 但是他很無辜 所以這種事情呢 這種人呢 儘管他已經管好了 他自己的身口意了 但是呢 還是會被連累喔 所以呢 其實像這樣的話 要怎麼去處理呢 會建議說這樣的人呢 其實如果說在眾人的面前當中 你還是依然不要講太多的話 然後也不要去當什麼 去當叫做公卿啊 公卿就會變氏主 就是這種的 所以呢 少管別人的閒事呢 這一個人一輩子都要做的 所以會比較辛苦一點 好 第二個呢 就是盲目的紋路喔 其實很多的是非呢 都是因為他強出頭的關係 像這種盲目的紋路呢 你要看你的手相有沒有 就是智慧線呢 有中轉 或者是你的智慧線 比較短一點的人呢 像這樣的人呢 他比較呢 義氣用勢一點喔 所以有時候呢 他聽到一些事情 例如說 很多人很喜歡講 聽說 大家都說 有沒有 這種很不負責任的話 都是聽說跟大家都說的 所以像這種人呢 只要聽說 某某某講了什麼 這樣的人呢 很衝動 就會去找那一個人 去理論說 你為什麼要講我這些話 其實那個人根本也很無辜 但是他沒有經過一些頭腦的判斷 因為他個性很直 很衝動 就找那個人理論了 所以呢 像這樣的人呢 他比較會道聽途說 而讓自己呢 惹了一生的是非 所以要特別小心喔 好 第三個的話呢 就是小人的面相 小人面相呢 不是你成為別人的小人 而是呢 你常常會犯小人 這種小人相呢 長怎麼樣呢 眼睛呢 常常會有一些青 金 就是有青色的 青色的這種絲在上面 不是紅色的喔 是青 青 青 黑黑的 喔 有沒有 哈哈 這種呢 如果說你有這樣的一個臉相的話呢 眼白是不是 對 眼白 有點青 青 灰 灰 黑黑黑的 這種呢 有一種青是鷹而藍 不是那種喔 不是鷹而藍那種喔 對 是那種暗沉的青 灰 對 這種臉相呢 也叫卡鷹的意思啦 喔 常常會卡一些有的沒的 因為他晦氣很多 晦氣多也是運氣不好的意思 所以這樣的人呢 他的人緣會比較差一點 喔 所以很多的時候呢 常常有時候人家明明有一些要 呃 揪朋友去那個唱歌啊或什麼的 這樣的人通常都不會被揪的 喔 因為會覺得說他有點好像很帶賽啊等等的 很多的問題呢 都會找上他 喔 所以像這樣的人我覺得 平常喔 真的除了多廣結善緣之外呢 其實真的要多說好話 多行與不思啦 其實有時候呢 有些真心話呢 感覺講起來很像真誠的感覺 但其實有些真心話不要太直接的講 喔 因為其實大家都會受傷的 喔 所以多行一些與不思啊 講一些好話 以退為進呢 其實還是做人成功的要訣 好 第四個呢 就是直言相喔 我們剛剛講 真心話呢 他最會講的 他講的最不動聽的 就是這種 嘴巴的唇珠很明顯的 喔 這種是屬於大砲型的 對 我們的友誌哥的唇珠也還蠻明顯的 唇珠明顯其實都長得好看 不管男生女生的話都算是漂亮或是帥的 不用嘟嘴 自然就好 有沒有 自然就尖尖的一樣唇珠也好 口才也好 平常先講 就是這個唇珠比較突出 明顯立體的人 是 所以像這樣呢 口才很好 但是太會說了 說的一些話呢 有時候你用你自己的觀點 去評判一些事情的時候 其實會受到很多人的注目 但是呢 這當中也會得罪了很多的人 所以這種唇珠明顯的人呢 其實會建議啦 就是說 如果你在評判一些事情的時候呢 如果語氣呢 還是稍微微晚一點 你可以講出很多的真相 但是也很動聽 所以這四款的手面相呢 都是屬於很容易犯口舌是非 而且引起很多的爭議的部分喔 要特別注意